亲爱的 有时候觉得好累 也会在孤单中 流下眼泪 用力地长大 就算彷徨也在继续闯 勇敢这所谓天陪 不过是以为 生命啊 一种迂回 让我们实惠 去飞 现在你 走到哪儿 一起 走吧 老大 这外边风太大了 咱们得玩说吧 我请你喝咖啡 不用了 我就经过 所以当面跟你讲 好怼定我不做了 不过上次你妈委托的事情 我会去的 就当是帮忙 你不用给我钱了 最后你跟你妈妈说清楚吧 这是最后一次了 为什么不做了 没有再做的理由了 而且我爸妈也希望我做一份稳定点的工作 你自己不也说了吗 父母都是为了子女好 对吧 那我先走了 我看你状态挺好的 那就好 月亮她没经历过感情 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她拒绝了你 也不是代表你不好 我就是废话几句啊 就这样 谢谢啊 呃 一杯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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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老舍要您 好 来 客人 爱情不能填饱肚寸 但是三明治可以 吃吧 子强 你说这堂菜什么情况啊 这怎么突然 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不想当演员了呗 昨天她去试镜 人家导演好像让她演 女主角的替身 太过分了吧 搞人选择呗 吃吧 吃吧 来 我说你挺自私啊 人家要不就接了你一个单 接了你一个活配 你们玩打麻将吗 你找别人不就完了 我 这大家都是朋友 我 我担心一下 怎么了 行 没什么问题 时间差不多了 我去打工了 你这店生意都变好了呀 什么 一个也打几天快呀 能转多转了 你卡里不是都有一板段了吗 那是我的钱嘛 那是赵浩光嘛 对了 晚上夜香吧 我估计又得通晓鞋摘吧 看情况吧 到时候再联系 走吧 您好 您小心 您好 您小心 您好 您小心 llah Allison 您好 你腿没事吧 没事 就是坐的有点久了 天气真好 我觉得跟宁加坡差不多 别动什么 这是我的故乡 怎么看都好 那我先給我哥打個電話 別打電話了 打了電話就不是生日驚喜了 走吧 不 我的天 人家半天故意用生皮子 你還擔心二維碼不管你 你都好死我了 你這事不許我自己說 聽見沒有 聽到聽到 這屋子收拾得挺乾淨呀 你一個人住還是跟人合住啊 和子秋 是李海潮收養的那個兒子嗎 他不是出國留學了嗎 回來了 李堅堅住對面啊 等於你們還是住在一起 你們回國 怎麼不提您說一聲 是你妹妹 她想給你生日驚喜 又不想讓我告訴你 再說我也好長時間沒回來了 好幾年沒見著你舅舅了 老太太走的時候 我沒趕上挺遺憾的 是該到老家去祭拜一下的 幹嘛 累了 怎麼不高興 我看是你看到我不高興吧 怎麼跟你哥說話呢 你不是口口聲聲說 想來看看你哥 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嗎 還跟我說 想讓你哥帶你出去玩一玩呢 我才沒那麼說 你不要聽我家促 怎麼沒有 明明想哥哥 就不會好好說 我才不想他 他又不想我 你怎麼說話呢 哥 我切了點水果 給陳定阿姨和小橙子 我來吧 尖尖吧 阿姨 來快進來 不用不用不用 你們你們聊著 別別別進來進來 來林曉 別站在門口堵著 讓尖尖進來來 快進來 這麼多年不見 長成大姑娘了 真好看啊 阿姨這麼多年 您都沒有變 還是那麼年輕 真會說話 你還記得你尖尖姐嗎 你還記不記得 你小的時候 尖尖帶你出去玩 不小心 還從樓梯上摔下來了 不記得 他那個有小 是啊 年紀小 從樓梯上摔下來 還要量到李競爺身上 我不記得了 小的時候皮著呢 阿姨 你們住哪兒啊 我們住酒店 我不想給林曉添麻煩 這一次是來給她過生日的 到時候我訂個餐廳 把林曉她爸還有你爸都叫上 咱們一起熱鬧熱鬧 行 好了 你們回吧 回去吧 不用送了 你們到酒店來說一聲 好的 放心吧 阿姨再見 你媽和你妹妹是想來幫你過生日嗎 開心點 證明她們關心你啊 沒不開心 沒不開心 你好嚴肅的 下一個 走吧 我哥看見我的時候 一點都不高興 他看見李尖尖就很高興 陳婷不就回來探個親嗎 跟林曉過個生日 沒必要太在意 老太太去世都沒趕上 一生的遺憾 早不回來晚不回來 非得林曉回來了 他人也跟回來了 那怎麼著 你讓他們倆人倆都走 都回新加坡去 還是呢 你也覺得不合適吧 我就琢磨著 這陳婷這次回來 沒那麼簡單 這小錢都跟我打電話說了 人陳婷對她特客氣 這人就不能變好啊 特客氣 那可不是陳婷 她能變好 等你自己房間 回家自己琢磨去 我不會 我 林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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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曉啊 怎麼不說話呀 林曉 你不管我和妹妹呢嗎 林曉 遁 你不幫我們去嗎 哥 你怎么过来了 我睡不着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睡 不行 你别那么小气嘛 我就睡一晚上 好了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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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我 脑子里面什么都不要想 就算明天火星撞地球了 今天也要好好睡觉 我在你身边里 睡吧 你也要不要 只有去承受 你说你妈跟你妹 还真的是一天都离不开你 你这再回来多久啊 就追过来了 我妈的确好久没回国了 正好小晨子放暑假 回来看看也好 而且住酒店不需要人照顾 也不影响林霄上班 哥 我觉得你还是 抽时间带他们出去转一转 小晨子不是说想去逛逛吗 我去问同事 看看下午我就能够换个班 晨天阿姨住的那个酒店 就是你打工的酒店 你要是碰见了 你记得打招呼我知道吗 那我也是真的有毛病 她妈估计都不记得我长什么样 我打什么招呼 也是啊 我们的民族英雄正常 人工明武龙皇帝很少 难民 吃饭别背了 小心消化不良 不行 我今天就得去管理熟悉环境 一周内我就得把所有资料都背下来 然后正式上岗 所有资料是指 本地历史 还有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 还有这些藏品的信息啊 文化价值意义什么的 主要是现在暑假 好多学生跟家长都来 我们管理缺人 天啊 背台词那么厉害 这些肯定没问题的 那倒是 反正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什么挑战 很赏识郑成功的是哪个皇帝 南民武龙皇帝 厦门古代从政政 官职最高的人是谁 北宋的苏宋宰相 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全能学神 是古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在医学上连李时珍都是他的粉丝 他编写的《本草图经》被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中引用高达七十四处 而且在天文上他制造了水运一项台 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中 比欧洲早六百年 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 我还能再讲十分钟呢 要是高考全考死基因背 那我肯定能上北大 行吧 你们就听到吹牛吧 我吃完了 我去店里了 店里生意那么好啊 还行吧 就是 早午餐跟冰沙卖得比较好 怎么没什么利润 维持基本开交吧 现在维持收支平衡是第一步 初见成像了 是 不错 拜拜 拜拜 百二十四那些呢 我再吃了什么 静静看家 家里那么多鸭子呢 刘宝得打工赚钱啊 这孩子也挺难 省势俭用的 一发了公司就转给我 要是我养的这两个孩子 都没有自求命好 说白了 你命比我好 你以前不是总说我命不好吗 初中辍绝的小姑娘非要去城市闯荡 怀着云里老婚 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 好不容易遇到个好男人吧 你还不要非得去深圳 结果去了 孩子只能送给别人养 你说 你哪能让我觉得你命好 你确实命不好 这个时候 也就你能笑得出来 我一个人的时候 都哭够了 你还会哭呢 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我就没见你哭过 那是因为你跟妈都一样 不管我做什么 你们都看不上 我哭的时候 都躲着你们 每次我看到你 我都能在你的身上 看到妈的影子 还有妈看我的眼神 那种恨铁不成钢 厌倦的眼神 那还不是因为你 事情做得不像话吗 妈因为你 生了多少棋啊 你是听话 之前外出打工出个对象 她先生家是外似的 太远 又在隔壁村 给你物色了六宝她爸 你哭了两天就同意了 因为不想让她生气 我听妈的也没错 刘宝她爸 对我挺好的 嫁给她 不活你 不说这些了 来 快吃点 尝尝这个 对了 你这些年 怎么没想着联系我呀 怕给你们添麻烦 你就不像紫秋 有我一个这样的妈 对她能有什么好处呢 果然铁地界的妈妈 都是一个样子的 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好 紫秋去国外留学又回来 你知道吧 不说这个了 对了 哪天你去我美容院吧 我给你做个护理 我们乡下人长皱纹 又不耽误干活 你又找了没有啊 你又找了没有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定长了 你长得这么年轻 听妹妹一句劝 早点安静下来 让她铸造人说闲话 你说当年如果你好好地跟海绍哥结婚 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呀就是不能好好过日子 做得很 只要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 好 别光说话了 快吃 吃点菜 我自己来 你好 您大包的餐店已经好了 我给您放在这里 谢谢 那我就先回医院了 好 好 我不缺钱 治疗的费用够 家里的鸭子呀 马上就要出门了 你拿着 一点心意 我不能拿 你赚钱不容易 我走了 姐 让你长达电话 来 喂 梅姐 梅多不见了 不见了 你先别急 去仓库看一眼 她是不是又跑进去玩了 没有 我看见寇 她追着一条狗跑出去了 我马上回去 妈 好臭啊 您让哥来接一下啊 来 我帮你拎了 算了 算了 走吧 您好 请问有没有预约 我没有预约 我是来找林萧医生的 我们是预约就诊的 而且林医生正在给患者治疗呢 我不是来看牙的 我是她妈妈 林医生的妈妈呀 我刚从新加坡回来 想看看她工作的地方 对了 来 把礼物给我 我从新加坡呀 给你们带了一些小礼物 你尝尝 谢谢阿姨 这怎么好意思呢 应该谢谢你们 那么照顾林萧 阿姨你好 我是林萧同事 我叫洪希希 阿姨您别起了 她现在有患者 要不我带你们去休息一下等她 她应该快忙完了 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麻烦 对了 我正好从新加坡 带来了好多东西 一会儿你带我 给你们同事分一份啊 好啊 好 你是林萧的小妹妹 秦美秧吧 林萧跟你提起过啊 她填档案我看到的 拿一个礼盒来 这个送给你 这不好吧 阿姨 礼尚往来嘛 你和林萧兄妹俩 都喜欢这款牙刷 这款优优独的电动牙刷 有三成四种模式 你可以回去慢慢研究 调整适合自己的模式 功能非常强大哦 快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不客气 走吧 好 你小心 好 天麻烦了 不麻烦 一会儿你也拿一盒 好了 小松 注意事项 你跟焕姐仔细交代一下 下周二来付钱 好 谢谢医生 这边坐 好 林医生 谢谢你妈妈了 你妈人真好 我妈 是啊 刚刚还分黄莉卡 给我们吃 现在在学习生那里 跟冯医生聊天呢 但是我确实也害怕看一眼 你说看一眼我就 担心得不得了 没事不痛的 你忙完了 你不用担心 冯医生一直跟我聊呢 没有没有 我也休息呢 那林医生忙完了 让他带你们到处看看吧 我差不多十一点有预约了 好的好的 那就不打扰你了 回头我请你吃饭啊 好 谢谢阿姨 那我先走了 拜拜 谢谢你啊 你来个提前告诉我 我打电话了 一直在忙呢 我是说提前 不是到理院才通知我 好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工作的地方 再加上我从新加坡 买了好多礼物 给你们同事想分一分 这些在这边都买不到的 现在网购什么卖不到 这也是礼节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呀 我跟同事商量好了 这两天换班 下午带你们到处转转 好 程子 明天想不想去古朗宇 真的啊 不想去啊 郭瑞说要做轮渡 中午想吃什么 随便 也可以吃姜母鸭 那就吃这个吧 好 我去换件衣服 对 孩子是有点问题 自闭 对 我知道了 谢谢啊 我这又去接 太谢谢了 找到了 找到了 别人问他 他也不说话 人家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了 对了 你快叫大家都回来吧 不用找了 好好好 那咱们赶紧去吧 我去接回来 民警说让我带证件 要监护人去接 怎么办啊 监护人 那问题 他动用他不说话 也不认人啊 我再想想还有谁能帮忙 林和平 林和平能帮忙 林和平是谁啊 李海潮的邻居 平能帮忙 林和平能帮忙 天呢 我打造了 林和平能帮忙 他怎么办 他现在认为我们的服务 也有很大的 林和平能帮忙 我这人都没想到 我能帮忙 林和平能帮忙 干什么事啊 坐牢 他妈妈 是我在深圳美容院 做店长的时候 手下的美容师 他老公是个酒鬼 喝醉了就打他 清醒了就下跪道歉 家暴这种事啊 我处理过很多次 只要有一次 今后就会有无数次 是啊 我也劝他离婚 可他说是为了孩子才忍的 起码他不打孩子 那次喝醉了 说要拿水果刀 划划他的脸 他抢回水果刀 就把人刺死了 这属于正当防卫啊 如果只刺一刀 就是正当防卫 判了防卫过当 四年 东东没人管 我帮他管 他今年就要出来了 我都跟他说好了 等他出来 我用他 可怜孩子 是啊 哥 东东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什么哥 哥 哥 哦 雪袋 你是想雪袋了是吗 哥 雪袋了 来来来 老大宝宝 咱们去找雪袋玩好吗 雪袋啊 被我们门口超市收养了 跟他们说了一下 东东的情况 他们同意 你把雪袋包走 你把雪袋包走 真的谢谢你 说了不麻烦你 却一直给你添麻烦 这有什么麻烦的 这都小事 想问就问吧 那 东东不是你孩子 那你没在乎的 没有 我一个人 那你说 你瞒着我们干吗呀 这紫邱多难受我 这得 我承诺过 你养大紫邱 他是你儿子 我绝不再见 我已经是坏人了 不介意坏到底 这样对我们都好 我从来没说过 我养大紫秋你就不能见 是你自己决定的 那紫秋上高三的时候 你回来 要不是你自己说 你已经再婚了 我不可能瞒紫秋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所以我才那么说的 我也有做人的原则 说到做到 那你也答应过紫秋 说要回来接他 那你也答应过紫秋 你怎么没做到啊 妈妈 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妈妈 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妈妈 你要早点回来 妈妈 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你这 何北你 你这我 我心里也不好受 谢谢 我 黎叔 你都在这发呆发意下哟了 我想什么呢 你说 为什么呢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你也想找老师了 不会是为了李健健吧 你是不是疯了 你们俩的事 以后再说 再说也行啊 这是你的前途啊 这么好的工作 说不要就不要了 不准接电话 妈 你这样 你干吗 不让你 别这样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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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尖吧 来 快进来 好多年不见 你这都变成大姑娘了 变得真好看 这都变得真好看 回来了 去哪儿啊 去南埔托拜了拜 海边走了走 明天呢 明天去不让雨 但他们玩两天差不多了 看你气死不大了 有点累 赶紧去洗澡吧 晚安 晚安 滚滚滚滚 不能让小哥知道我在这儿了 我是趁他洗澡的时候通跑过来的 那你快去洗澡 洗完澡过来睡进去 你这是画什么呢 我想做一个冰尾动物系列 对 对 像藏羊啊 大熊猫啊 姜豚啊 你看 这姜豚多可爱 这样吧 我还以为你画的小动物开会呢 开会 小动物开会 怎么了 对啊 我一直在想怎么给这个系列命名 杜鹃说叫冰尾动物大拳 我觉得太沉重了 开会挺好 就叫小动物开会 我去洗澡了 你回去睡觉吧 我不在你睡得着吗 你知道吗 你睡觉会打拳的 打拳 我以前不这样的吧 我本来睡得好好的 被你提醒我几次 明天一大早 我要接他们去古朗语玩 而且被你爸知道也不好 我还以为我在你能睡得好一点 多些关心 回去睡吧 小哥还在不在啊 你回去看看 回房间了 好吧 你要是睡不着就给我发微信哦 打电话也行 反正我保证 知道了 路死鬼 祝生日快乐 一生顺遂 幸福无忧 李尖尖 好 还好 快点 好 睡觉 大宝贝 你们做早餐了 今天临下过生日 我们两个商量着 给她做碗朝顺便 她一到早就走了 接她妈跟她妹妹 去古浪宇了 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那我俩这不是白做了 也不白做咱们也得吃 子秋 你每天不用那么早送早餐 我们轮了坐吧 没事 我起得早 对啊 起得早 轮流坐吧 你看你 最近都憔悴了 我工作做怎么样 怎么说呢 心疼一天就觉得自己 特别文化 我看到了今天是几天 明月大小姐 不是所有人的工作 都是自己喜欢的 都是为了糊口 要是自己喜欢的呀 那就是不用工作 就有借口的 李洁洁 起来吃饭了 行了 我不吃了 我爸出差回来 九点钟 我得去歇机 那你快拿到面包 我不吃了 加油 抗争到底啊 抗争到底 你俩真逗 知道了 走了 爸 爸 爸 别走别说 别走别说 我跟妈说给她糊口 夜夜约她出来吃饭了 你妈这次实在太不像话了 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 你紧握想我是你所有 一个千千变大了 另一个便笑了 岁月让我们在终间相逢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也许你离开这里 也许回家的路 越来越长 慢慢的走 不用回望 我会守在这里 陪着你的背影 去遥望 我想你住关的旧房子 有一天 你寻找新的日子 就像是一片叶子 飞向更远的树枝 那些岁月就像 只是昨日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也许你离开这里 也许回家的路 越来越长 慢慢的走 不用悲伤 我会守在这里 我送你飞向远方 睡到在这里 就像是夜市 我十字幕放在这里 我支持你 知道你 杏尼 恤的 祟尼 洪 杉尼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